陸創意健康店 陸創意健康店 是一家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 4848 網址 www.healthshop.com.hk 同類療法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 自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麻二白絲 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就要否復產子了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之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地 稱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鑽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接近30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袁醫生的幫助 亦都可以直接預約袁醫生會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種療劑 虎王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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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ocampus 或者叫Beta Cucumber 虎王瓜 是一個可以說 是急性腹痛的首選療劑 急性腹痛令到那個人 鑽弓起來 鑾弓起來 鑽弓起來 鑽得像球一樣 膝頭壓下胸膛 他痛得很大聲地叫 如果這是療劑用得對 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即时见效的 可能是一个BB的问题 或者是因为那个盲腸炎 或者因为那个胆囊的发作 或者是因为神石的发作 或者是腸那个胰臟炎 或者甚至是宫外人 你可以看到这样的症状 即是痛到人是伤屈起来 人屈到像个波 膝头扭下顶着胸膛 大声地叫 如果遇到这个情况 这个疗势可以很快就舒缓得到 虎黄瓜也可以用在一些情况 吃了些东西 吃错的东西是导致这个问题出现 或者是因为那个奋怒 有时候那些人就有奋怒的情绪 抑制了下去 接着这种的奋怒走到那个直腸 令到那个人就是弯曲 即是痛起来 弯起来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急性的卵巢痛 你知道在卵巢的时候 未必会爆的 只不过在卵巢 它就会导致很严重的搞痛 尤其是对左边的卵巢 如果在右边的疗势 就会是蜂蜜 左边就是虎黄瓜 通常如果这个遇到情况 那个舒缓是很快很快的 好了 虎黄瓜是一种 一种mountain的植物 通常有卷的 又弯来弯去又卷的 跟着就黏住在其他的植物方面 那这些人通常呢 就当他的肠 受到这些搞痛 他就感觉 好像有人把两块石 夹住那些肠来磨它 也有些人的痛的形容 他好像一把火热的刀 在那里慢慢插那些肠 好了 那另外一个应用的地方 就是那个神经痛 面部神经痛 那面部就抽痛起来 那就好像尖锐的刀刀痛 那很快就会走的 就是这样 这种神经痛 离得快 也走得很快 那虎黄瓜 主要是一个 比较急性用的疗劑 那你起码可以帮助病人 是被过的感急手术开刀 那但很多情况之下呢 我们要跟进一些深入点的疗劑 例如在左边的卵巢 那个问题 我们会考虑 那个疗劑叫做 执帕 而右边的卵巢 那个水囊 那个疗劑 通常就是黄蜂那种 有时候我们见过很多的 陰道炎的毛病 就经过很多抗生素的处理 那导致那个水囊 就不断地增大 或者那个纤维不断地增大 那很多时候呢 这种情况呢 如果你是 拿一些抗生素去压制它 就是它可能 初初是陰道炎 很多的分泌出现 那如果你拿一些抗生素 按了它之后呢 那通常呢 这个问题呢 就是会变成 这些严重的 那个卵巢的水囊 和那个子宫肌瘤 这些问题的 好了 另外一个应用的地方呢 就是那些 驚痛 OK 驚痛 那虽然这个疗劑 黄虎关 不是驚痛的最主要的疗劑 但是如果那个主要的症状是对的呢 那这个疗劑都很好用的 那对一般的驚痛的主要的疗劑呢 就是那个 那个羊甘菊 Kelman Miller 那个 Ignatia 和那个 Megforce Megforce 是轮酸尾 而Ignatia 是铝宋芒 这些是比较 经常用得着 在这些驚痛的方面的 那通常呢 如果你用那个疗劑 它可能呢 只是舒缓一下 那你跟着呢 你就要跟进医埋 那个 那个 荷尔蒙 那个 深层 这个荷尔蒙 那个问题的 好了 对一些小朋友出现那些 急性那些 那个 搞痛呢 这个也是一个 很好用的疗劑来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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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种 啊 那 那 通常出现这些利疾可能是搞痛,是很严重的利疾那种痛 还有一个关键的症状,就是大力按压 就是用大力的压力去按压,就会舒服些 要很大力地按压,有时候你见到一个情况 有个女士可能她有惊痛都很厉害,整个在床上弯起来 可能拿着一本书是压到她的子宫那里的,大力地压下去 或者她就会医病一些很硬的东西,或者用拳头按压 这种情况的症状,就是重压会舒服 那个苦黄瓜就有这个症状 好了,症状的情况就是坐骨神经痛 这是一个主要的,苦黄瓜是一个主要的坐骨神经的疗势 通常那种痛是抽痛,那种抽痛就走到脚那里的 通常个人当时的精神状态就是非常之不安 很烦恼,很烦恼,很容易令她不开心 通常你见到这个情况之下,如果你问她很多问题 她就会更加火滚的,你问这么多问题有什么用 好,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宫儿子婴儿腹疼痛 通常那种痛就好像肚臍那里,向外伸展出来的 另外一个疗势都对这个情况的,就是那个园 这两个疗势都是主要的疗势,对于婴儿腹疼痛 他们的疗势都是由那个肚臍那里,向外伸展出来的 好了,那刚才所说的那个坐骨神经痛呢 通常那种痛呢,就是令到那个病人想把那种脚是屈起来的 这个好像正常呢,当你屈起的时候呢,你的肌肉就会放松的 所以很多时候的人腹痛,搞痛呢 他都会向前,就是双弯曲,软低那样 这个令到他那个腹部的肌肉呢,就可以放松的 那么在面部神经痛那些状态之下呢 你会发现那个病人的面好像扭曲了的 他面好像扭转了 那么,他可能就会有一个感觉呢 那个口很苦的,好像苦黄瓜呢 是一种很苦的那种的味道 那么当然,在这种的情况,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通常都是很...就是很... 就是很怒怒啦,很吻疹啦 也都不喜欢跟人家交往是那个时候 因为他实在痛得很...痛得很辛苦的 他这种的痛呢,通常呢,都是液肤会舒服些 好像鱗酸尾那样呢,液肤会舒服些的 但是呢,苦黄瓜呢,是倾向左边多些 而且,那种痛呢,是比那个... 是比那个...鱗酸尾呢,是更严重的 那,鱗酸尾... 鱗酸尾呢,通常呢,就是右边... 亦都是液肤会舒服些 而苦黄瓜呢,是更加严重 痛得更加厉害 还有呢,是左边多些 和呢,大力压下去呢,就会舒服些的 那么,通常你会看到呢,痛的时候呢 他整个表情都变得好像... 苦黄瓜那样的感觉 还...再... 再... 复述一次 苦黄瓜的症状呢,它关键症状呢,它是很闷症 便,有一些事情呢,令到他很闷症 不想跟你讲 因为他真实在是肚痛苦 还有,那种痛,就是... 来得快又快走得快的 那么,通常的问题呢,是左边 OK? 而他那个痛呢,比如左边的痛 那種痛就好像有些鉗枯緊那種痛 亦都會因為情緒的鬱露導致輻射 那種痛就令到人整個彎低 彎身 傷彎膝 左邊的坐骨神經痛 那種痛就向腳方向左邊為主 令到腿要彎低才舒服 所以這個療劑苦黃瓜是很好用的 苦黃瓜還有一個情況 他個人喜歡吃麵包和喝啤酒 那種痛是很嚴重的 而且一波一波地來 希望大家可以用這個療劑 幫助到大家健康上的問題 袁醫生剛才介紹的痛療療劑 覺得適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藥 需要的話 有關痛療療法療劑 可以在銅鑼灣 鑼灣、炸電街、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陸創意健康店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ouseop.com.hk online.houseop.com.hk 好了 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